寶梁哥很佔顧長者 他現在和一群長者 和喜歡跳舞的年輕人 成立了一個街舞團 我來這裡教班 是因為我之後上了一個跳舞老師 我其實也沒想到會讓我教長者 教完長者之後 我發現他們都很好相處 我跟他們的關係很好 他們也會送我紅啤啤禮物 我也覺得很感動 一起跳街舞 不僅使老友的身體好、記性好 和一群年輕人跳舞老師的感情 越來越融合 之前有五隊長者參加街舞比賽 非常精彩 裡面的服飾 都是由跳舞老師設計的 為推動老友共融 保良局招募青少年及長者 組成跳舞田 由青少年舞者及物理治療師 設計適合長者的舞步 透過跳舞打破代溝 立刻打電話來支持他們吧 有特殊需要的人士 要找到適合他們的工作 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保良局積極幫助弱勢社群 發揮傻場 透過工作培訓, 提升生活技能 幫助他們發展所長 杰兒在11歲的時候 被評估為中度智障 在2015年, 22歲加入保良局 接受培訓 初期參與加工包裝和布藝工作 以訓練手眼協調和專注力 杰兒的手指靈活度教約 導師起初擔心她應付不了控陪工序 而會有挫敗感 但透過初遊技巧練習 杰兒工作慢慢純熟 還越來越有自信 對整日食也越來越有興趣 以前杰兒跟媽媽的互動比較少 自從開始學習控陪 杰兒就多了跟媽媽研究煮食技巧 兩母女的關係增進了很多 保良局社企幫助弱勢社群發揮所長 慶用殘疾人士 令學員獲得工作成就感和滿足感 積極投入社會 你的捐款可以為他們帶來更多就業機會 還不快點行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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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